我們現在所在的位置就是這一棵 阿里山最古老的台灣紅塊 的樹木的裡面 外面在下著雨 但是我們躲在這個裡面 那我要你看仔細看幾個地方 我剛剛已經講過了一個樹木是最好的 建築師 大自然裡面偉大的建築師 所有的這個 樹木的樹幹裡面的纖維 這個纖維的話呢都是 扭曲的 它不是直指的你看沒有 扭曲 OK 這邊 扭曲 一直扭曲到上面 整個都是扭曲的 那我知道扭曲不是一種殘缺 扭曲反而是一種受壓力之下 非常穩定的結構能夠承受很大的壓力 為什麼呢如果你是平的話如果這個每個都是平的話 那你單位的面積 的植物的纖維是有限的 但是因為你有扭曲 所以植物的纖維 反而是多的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的話呢 你看到沒有 它扭曲到底下的時候 這個扭曲到底下的時候又收斂在一起 又收斂在一起 這個是扭曲到這邊就收斂 這邊是扭曲 到這邊來是收斂 所以它像是一個 這個有 有一個扭曲 但是有個點是收斂點 所以它本身在咬在受力的時候 它本身受壓力的時候 它基本上力量到這個地方 它又集中 然後可以把力量 傳到底下的岩石 的上面去 這是樹木的穩定 很特別的結構 有一個扭曲